这里是大坟鹅 往前面走五分钟就到了大坟油花村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去那个大坟油花村看一看 这次呢星巴克还有几个人呢 上次来的时候星巴克这里凳子都叠起来了 我们去大坟油花村那边 我就是从上面走过来的 大坟油花村这里有个奥尔玛超市好大的 奥尔玛应该是国内超市里面最便宜的一家 我们现在开始去这个大坟油花村了 大坟油花村就在前面啊 前面已经到了 这次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上次进去的是进去不了 那里门封住了 我前面走两分钟就到了 这个路口就是进去啊 进去油花村的 我已经到大坟油花村里面来了 我已经到大坟油花村里面来了 我就从前面那个热口走进来了 我现在对一些热口不准备了 不会是你把热口不准备了 不一定是空间的 我们却不要弄了 我们要来拍张线 最后终的热口不准备了 我们还没有看 很便宜的 三四十块钱二三十块钱就会买的 不过它这没多大 这里以前很多香港人 过在这边买的买花的 还有很多老外 这个地方最开始八十年的时候 香港有一个商人叫黄江 他来到这里 这个地方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搞画画培顺 后来就吸引了很多人过来这里 再后来就是画老 瑞来瑞多 最后搞得全国有名 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 好的三十的 好的锁门都没开 以前这些屋檐下面这箱子里面 全部都是画老 现在画老都很多都跑掉了 因为租金太贵了 初年我来这里的时候 很多老外 美国人呀 哎呀 英国法国的都有 他们过来这边买花 以前这些箱子里面 全部都是太阳伞下面都是画老 这屋檐下面箱子边边 全部都是 因为箱子屋檐下面了就是说坐进便宜一点 那画了都不见了 看下我背后面 这次来感觉很稀呢 这个地方就是香港的一个商人叫黄江 黄江创造的 黄江它就是做这个油画生意的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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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哇 你看這些 买過這個的你就知道 以前屋檐下面全部都是畫畫的 坐進便宜一點嘛 畫了 跑掉了好多 你看 畫了 這次來畫了全部都不見了 這裏面就油畫外面的所有材料都有 都能買得到 紙啊 畫筆啊 顏料啊 還有裝表這些全部都有的 子修K狀態啊 這個地方現在子修K狀態 正在修客 这地方租金好贵的 租金贵的不得了 好多没开门啊 大分身卖为东十一项 看到没有啊 哪个这人都知道 这屋檐下面 这巷子里面全部是画廊 商铺里面更不用说 因为商铺都被画廊做完了嘛 后来再来的画廊 没地方租 就在这个屋檐下面 搭个棚子就可以做 但是租金也很贵 好多招住的 很多招住的 好多招住 持续OK状态啊 这个地方现在持续OK状态 这里油画方面的这些这些这些配这些材料全部都有的 好多招住 看来的 看来的 有点说 好多招住 对 你别看这些宅街宅巷这么宅一点点 以前全部都是画楼 租金好贵 这里的油画出口到全世界 好多人做了个油画生意 都是在这里来拿货 通过网络了卖到国外 以前我认识一个花了 我听到说的 看一个花下来的套 这有的话做框啊装表这些全部都有人做的 你叫别人画好了画口 拿到这些地方来 他给你现场做框 好像一般的这这这这地叫五十五十块钱开始 画了全部淘掉了 那这这些画家都没看到了 去哪里啊 我看得到这这些花了 这个这些花了 我看得到那边都没过了 这这些花了 这这些花了 就这样了 我看得到这些花了 我看得到这些花了 那就是大门美术馆进到前面 我们现在去这边看一看 这里的话开价1800的 300块钱就可以买得到的 而且还是手工化的 这里也有很多假冒的 就是用那个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像人工画的一样 买过这里的人应该很熟悉了吧 这些地方 油画街 大峰美术馆 反对的就是大峰美术馆 好像开业了 没人去 你看巷子里面画了 全部抛光了 没有人 还要看巷子里面的 没有人在街上 没有人都在画家 也要看巷子里面 没有人 没有人 有人 没有人 没有人 所以,是不是因為浪啊? 是不是浪? 密密麻麻的,這個房子 前面就是大份美食館 進的前面就是美食館 上門口這些一兩百塊錢就買得到了 它交價很高的,六百七八百一兩千 它是看人開口交價的 有那麼快的話,不會很高欸 有那麼快的話,不會很高耶 我還給你一張 多大便 你借用這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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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房子 你借用這個房子 好多都没 有八成的都没开业 想这样下去的话搞得不好会倒闭啊 这个地方 批发零售 花老刨掉了好多 这次花老刨掉了很多 这次花老刨掉了好多 这次花老刨掉了好多 这里一个教学陪顺的可以过来学的 这些都是五六十一百多块钱就买得到的 很多是印刷的不是画的 打印机现在有一种高清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画 很多人又不认识吗以为是手工画的 买画的时候一定看清楚 买画的时候一定看清楚 清仓水卖 十块 北安 这种别的 也就是付出了 咱们 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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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大的 化了少了三分之二 黃江油畫藝術廣場 大分油畫第一人的黃江 香港的一位商人 這個地方就是由他裝造的 這裏面好大的那裏面 大分的四號 進去看一下那裏面很多很多賣畫的 都是賣畫的這裏面 整個大分油畫城我全部拍了一遍了 這次來少了很多香港人啊台灣人 還有很多老外都沒見到 人好少 就是這裏面的一些工作人員 可能就是親戚朋友之類的 根本沒什麽消費者 消費者都看得出來 好了就這樣了 到這裏吧 好 好 好